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下面讲《亲友书》当中讲 导致本体里面的六波罗蜜朵 其中现在讲的是《安忍波罗蜜朵》 《安忍朵》当中分四个画面的内容 其中前面三个道理已经讲完了 现在开始讲第四个 也就是说 断除嗔恨之缘 出语讲这个 他这里就是说 我们前面已经分析了 就是众生的心也是千差万别的 我们通过观察之后自己心里面的一些善心 菩提心以及取舍因果的这些理念尽量地安住下来 不要今天听的法明天忘了 今天的悲心和信心再过几天就已经销声力气 这样我们的功德越来越增上有一定的困难 然后自己烦恼的心或者忧愁的心 以及世间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悔恨 宝愁的心 这些心态尽量地不要让它在相续当中摆很长时间 我们很多人该记得记不住 不该记得一直永远地记住 这是一方面凡夫人的一个特点 但另一方面其实对自己的串习也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说我们学了以后大家应该在自信当中去继续修炼 修炼的过程当中就像我们昨天讲的一样 以前比如说人与人之间关系不太好 或者他对你说过什么不恭敬的语言 你们之间因为有什么样的因缘 中间有一些冲突过一直心里面这个疙瘩没有解 这个伤痕还没有愈合如果有这种情况不要一直存在心里面 把它尽量地忘掉尽量地不要再再次地想 这是我们很多凡夫人应该尽量地想办法 以前有什么心里面不舒服的别人对你一些刺伤的这种话 或者你自己与别人的一种嫉妒心 嗔恨心 各种烦恼所引起的一切影响全部就像水中的波纹一样 当下消失 这是很重要的 在实际生活当中这个一定要大家学到的 让上师的有些教言 诸佛菩萨的金刚语 以及自己心里面哪怕是产生的这一颗善心 这些相放设法 让他多长时间留存在自己的心里面 这是我们长期努力奋斗的一个目标 下面我们众生的语言也有几种 大家一定要把这些数目分清楚 比喻也记清楚 佛陀在有关大乘的经典当中也是倾口地说过 我们的语言应该大致的种类 归纳出来有三种那三种呢 第一种是说什么话 随顺别人 应该如果是上等者那随着六道众生的根机 不同悦耳的语言 就像我们天龙夜叉 九般城土乃至人与非人等等 这里面所说的那样 以按照各种人与非人的语言 或者世间当中六道轮回的根机不同 对他们宣说教言是这样的一种语言 就像佛和菩萨还有一些金刚上师们 所传下来的这些教言 那么一方面它是金刚语 我们听起来也是非常的束缚优雅 以及对别人带来极其快乐 这叫做诚心如意之语言 然后第二种语言不管是说任何一件事情 能说到它的正理也就是说是力求实证的 我们世间所谓老老实实的语言还有这么一种语言 我们平生世间人当中也是 虽然它讲不出什么非常甚深的道理 但是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它从来都是不会说谎的 这个语言非常的真实 这叫做真实语 我们的语言第二种是这样的真实语 第三种极其不应力的 也就是说非常虚伪的虚假的颠倒 或者一些畜语 恶语 欺语 当然在这里面颠倒语的范围比较广的 对众生面前说起来也是不好听的 语言的内容也是没有实在意义和价值的 这样的语言有时候叫虚语或者叫颠倒语 这三种语言可以说我们所有的语言归纳出来 只有这三种其中以用比喻来说明 第一种也就是说 诚信的语言 就像世间的人们非常喜欢的甜蜜的蜂蜜 蜂蜜来比喻的极其具有天字的味道 第二种语言我们可以比喻成非常美丽的鲜花 人人都心里面生起欢喜心这是第二种语言 然后第三种语言我们可以比喻成 对人们生起烟雾之心的不净的分辨来比喻 谁不要说真正是听到耳里面 即使别人出口的时候也是心里面带来非常不愉快的心情 所以人们看见不净分都是不愿意接近那样 这种语言谁都不会接近的 因此通过比喻来说明我们的语言可以归纳成这三种 那么这三种当中我们平时要说的时候 平时要跟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时候 这个语言是非常关键的 而人与人之间没有其他的连手 留待的工具只有通过语言来互相交流 互相可以联系那么前两者不管是学佛的人也好 不学佛的人都应该使用的 所以我们大慈大悲的佛陀在有关的经典当中也是说了 故当所如愚 莫言不愚 若说愚而愚 乘善无罪意 如果我们说非常愚耳的 动听的 真实的语言 那么这种语言不但不造罪而且功德增长 非常功德的平时我们世间当中也有这样的说法吧 说 两言一句三冬乱 恶语上人六月汉 也有这样的说法 我们说的一个非常好听的 真实的语言 即使汉冬老月在那个时候也是 对人们的心里面带来一种温暖 快乐 然后如果我们说的一些刺场的语言 或者说是众伤他人心的这样的恶语 那么可以说对别人的心 带来这种寒酸 有时候别人的一句话 可能在很长的时间里面 心里都是难以愈合 难以恢复 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作者也要求让我们在平时学习佛法也好 世间当中任何交流沟通的时候 最好不要说任何谎语 这样说谎话其实是不能成办有意义的事情 甚至自己也是最后 谁都不会信任的 我们表面上看 有时候所出语 所颠倒语 能成办一些事情 实际上很困难的 以前我也发过一个比较著名的人 就是拉风丹的一种语言 北风和南风准备比悟 在比悟的过程当中 北风比较刮得非常猛烈 然后他通过非常凶猛的形象来吹起 吹起的时候 人人都是把衣服口上没有成功 吹掉别人的衣服的事情 没有成功 南风叙叙而吹 表面上看来他非常的温柔 但后来人们基本上是放松 放开衣裳的时候 他就完全成功吹掉别人的衣服 同样的道理 我们表面上看来 好像有时候说一些粗语 说一些恶语 这样以后能成办自己的事情 但只不过只是自欺欺人而已 实际上真正能成办一切自他有利之事 就是依靠万传的语言才能成功 所以说我们平时出演的时候 一定要说诚心如意的 前面的这两种语言很重要的 我们学习《入行论》当中也是说了 出演当成义的一名语相关 我们说话的时候一个是让别人乐意接受的 诚心如意的语言说在说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把所表达的意义说得清楚 与自己所讲的道理要与事实相关 否则有个别人说半天都不知道到底是他所赞叹 还是说诽谤他自己说什么自己也不清楚 有些人可能性格也有关系吧 讲了半天以后听不出到底是说的什么样的内容 这种情况不太合理的 所以总而言之我们平时说话的时候 一定要想到别人的心会不会吃伤 我们藏地有一种说法叫做说一句话要看一百个人的面 你要看很多人会不会得罪很多人啊 因为语言有时候得罪的话很难愈合的 藏人也说是语无坚忍 能持人心 语无坚忍 能持人心意思就是说 语言虽然没有非常利的坚一样或者道人一样 但是有些语言直接吃上他人心了 好长时间都有时候愈合不了 我们有些道友的话 这个人以前在三年前给我说过什么什么话 当时说是你很坏很什么什么 然后这一句话一直伤到他的心坎深处 最后那个伤痕已经过了多少年 已经遗了多少的一生但都没有治好 所以有时候真的是语言 刺上别人的心 一方面当然修行境界比较差的人 他经常受到语言的攻击 如果他的修行境界各方面比较不错的话 我们前面也是举过很多很多的例子 哪怕是别人冤枉你 侮辱你 怎么样的这种语言 你把它当作耳边缝 根本不会去执著他 对你来讲不会有烦恼或者痛苦的 可是有些凡夫人不一定有那么高的境界 这样一来经常受到语言的一些刺伤 这个问题比较严重 所以凡是我们这次学习亲友书以后 大家说话的时候都一定要恭敬有礼 不要说一些粗语 藏语 我们这里我看见很多人 基本上对教理一窍不动的人说骂人的语言特别精通 他的这种教证非常丰富 一直不断的 有时候有些人跟工人跟世间的人吵架的时候 在旁边听 哦 平时好像这个人不会说话一样 让他解释一个不要说识量论和乳中论 连一个非常简单的 《入行论》回向品的颂词他就不会说 好像嘴里面含着石头一样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可是骂人的时候很多骂人的语句藏在自己的心里面 心里面就变成一个抚仗一样 不断地出现很多的 这样不好 确实我们现在世间手指比较低的人 他最会骂人所以以后我们学院里面有个很好的传统 上师如意宝在世的时候一直是这样的 互相不会取一些外号 同时一般来讲除了一些刚来的有些人以外 一般常住的学院互相不会骂的特别难听的一些语言 所以有些人数字比较低的 他们的有些语言说起来了以后我们要想重复 根本不敢重复 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我们世间人可能也不一定是 像这样的清净道场 尤其是做声音 互相吵架 互相打架 在那个时候说很多难听的 甚至有些家庭 丈夫和妻子或者母亲骂孩子的时候 也不应该有很多特别难听的语言 因为这个语言可以对你自己伤害生生世世 我们以前也是学过很多很多的 《百业经》和《闲语经》里面的公案 你就是说他的这些缺陷 这样恶口骂人最后自己也是 生生世世变成这种特别可怜的众生 所以说我们语言在说话的过程当中也好 平时交流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注意 要说真实和一些诚心的语言 这是关于语言方面 希望学每一个颂词以后自己心里面用一个誓言 什么样的誓言呢 以前确实说话的过程当中没有注意 我也骂过什么样的人说过什么样难听的话 但从现在开始应该在诸佛菩萨和上师面前 发这种誓言以后我一定要说的时候 我的嘴要干净一点不要变成乌鸦一样 整天都是给别人带来一种不吉祥的恶罩 那这是不合理的如果我有本事 我多背一点矫正我多用一些矫理 尤其我生气的时候 我专门用一些《入行论》的几个矫正 看能不能生气的时候不要说《入行论》 也不想说下面是精进性 讲精进波罗蜜多分两个方面 交界精进之对境和交界表力如意之精进分两个方面 首先交界精进之对境 然后《入行论》里面所讲的那样 精进的本体就是续换善法 那续换善法我们要知道精进的方向 现在世间的人们有些人做生意很精进的 有些人赚钱很精进的 有些人为了今生的利益而读书很精进 其实这些叫不叫真正的精进呢 这是一个相似的精进 真正的精进对自己今世的快乐 来世的快乐 乃至为一切众生的快乐做奋斗 这就是所谓的真实的精进 下面颂词当中是这样说的 经命后命之究竟 今安后安之最终 经命后安之中变 今安后命之圆满 如是四种内心人 国王当作第一种 下面就是说 整个人类当中 其实今世和来世 或者现在和未来 也有明和暗不同的差别 它这里的明指的是光明 暗指的是黑暗 今生光明来世光明 或者今生黑暗来世黑暗 或者今世光明和未来黑暗 它从这个方面来讲的 那么这里光明和黑暗 隐身出来说是快乐和痛苦 光明是快乐 就像我们白天一样 心里很舒服的 然后晚上人们始终都是心里 有一种牙抑之感 叫痛苦的象征 那么在这里说我们整个人类 其实因为每个人的业力 意乐 还有一些根机和缘分都是不相同的 所以有些今生来世都不快乐 有四种人 什么样的四种人呢 今明后明知究竟 有一种人今生当中是光明的 然后他未来的道路也是光明的 也就是说即生当中他的生活过大 圆圆满满 非常幸福快乐 来世 死了之后 来自生生世世 也是变成极其快乐的 就像以前佛教历史上的很多班智达 就是萨迦班智达也是变成五百世的班智达 比玛玛扎也是变成五百世的班智达 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高僧大德 他今生当中因为没有任何的 不像现在世间的凡夫俗人一样 有生活上的压力 心理上的一些痛苦 什么样的这些都是没有的 已经看破了所有的世间俗世 今生的所有作所为都是一种快乐 发喜充满当中 然后这样的行持善法之后 对他的乃至生生世世都有一个光明趋向光明 除此之外 不会有黑暗和痛苦的 所以我们现在平时 真正受清净戒律的一些居士 还有一些出家人这些人今生当中 可以说没有什么现在世人的各种痛苦 然后来世也必定会是 这是我们通过腿力也可以看得出来 肯定会是快乐的 所以这种人从光明走向光明 这是第一种人 然后第二种人 今暗后暗之最终 即生当中非常痛苦 处于黑暗当中 来世也是处于黑暗当中 就像现在世间有些像一些徒夫 有些妓女 正在造恶业这些可怜的人 比如说一个徒夫他即生当中也是 从早到晚每天都是辛辛苦苦的 我们看到他穿的 他吃的 他所作所为的话连他的住处就像跟我一样 很多徒夫即生当中也是赚不到钱 心里非常烦躁 痛苦 忧愁 非常伤心 他乃至生生世世 杀害无数众生 这个果报肯定是在地狱饿鬼旁生当中 感受无量的苦楚 这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说今生也是痛苦的 来世也是痛苦的 我们平时也是看到有些人即生当中也是造恶业 非常可怕的 来世也是这样的 或者说即生当中变成旁生 来世也变成恶人 或者旁生 就像以前连世造塔的时候 有一个黄牛发恶缘 后来变成朗达玛魔王 这样以后今生也变成旁生 来世也造了非常可怕的恶业 一直不断地感受痛苦 人类当中也有这样的 我们现在有时候经常看得到一些 在海上的一些渔妇 还有做各种 不如法行为的这些可怜人 看起来今生他们也是没有真正生活的温饱 来世更不用说了 这是我们经常在身边看得非常多 然后第三种人精明厚暗 今生当中过得比较快乐 光明 但是他的来世非常的痛苦 以前嘉义夫的时候有一个出家人叫做谢恶瑟加 谢恶瑟加当时是人数二万岁的时候 当时他的生活处境各方面是非常快乐的 但因为他生起傲慢心和嫉妒心的原因 他对身边的人经常取一些牛头 马头 虎头等等 取很多的外号 后来他就死了之后 堕入恶趣当中变成了八种徒布的动物 变成了非常可怕的金鱼 乃至释迦牟尼佛人受百岁的时候 乃至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 还没有得到解脱的 现在我们世间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 现在表面上看来都是 哦 这个很快乐的 可是他造得很大的恶业 现在有些开如莲场的 开一些鱼场 表面上看来今天赚的也钱多 每天都是在五行级宾馆当中享受世间的快乐 看起来 哎 这个人真是很有福报的 可是你每天都是 所杀害的这些众生生命的果报 乃至生生世世的话 你这一辈子完了之后就开始 痛苦的黑暗一次开始了 所以说我们世间当中第三种人 今生是快乐的 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在一些领导里面 一些贪官他们 他们今生当中都是很胖 吃人们的血 吃人们的血汗 应该说身体还是营养都不错的 可是你这一辈子过了以后或者即生当中 你的未来的去向变成什么样 也是很难说的 所以说这是从光明去向黑暗的那种人 今生当中受到一定的痛苦 不快乐 就处于一种黑暗当中 但是你的来世非常的光明快乐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世间当中的有些求学者 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获得佛果 有些人一直苦心 看起来他住的条件也是很差的 每天吃不饱 穿不乱 有很多的苦心 一般有条件在家人一看 这些人真的很可怜 对有些求学者 可能会这么想的 但实际上这种人 因为今生当中这样苦心的原因 你的相续当中的罪业 全部得以清净 未来那就一定会出现光明 获得快乐的 还有一些病人 即生当中痛苦的 非常可怜 但来世的话 你的罪业全部清净以后 可以走向光明 这种情况也非常多 所以我们人类归纳起来 可以说有四种人 因此在这个时候 我们自己观察 自己是哪一种人 今生快乐 来世快乐 今生是痛苦 来世快乐症 或者今生痛苦 来世痛苦 或者今生快乐 来世痛苦 所以这四种人当中 他这里 龙猛菩萨要求国王 你应该选择第一种人 今生当中也是变成 行持善法的修行人 如果心里面真正是 行持善法 堪破一切的话 那不会有痛苦的 今生也很快乐 然后今生这样做善法 对来世也必定会快乐 以前好像在米拉日巴的一个传记里面 就说有一个国王请他当时米拉日巴不肯去 不肯去的时候旁边的人来说 国王的皇宫里面也很快乐 每个人听到国王这样的邀请非常的高兴 你为什么不去 然后米拉日巴也是唱了一些道歌 说什么 若小米拉居民心 今生来世皆快乐 如果真正你们消防我 米拉日巴的华道 你们这些名称 这些人 如果你们消防我 我不需要求皇宫里面的快乐 我的今生来世真的很快乐 所以真正的一些修行人我觉得心里确实没有什么压力 因为知道万法都是无常的 每一个社会上的人他们执著 显而不是的这些虚幻东西 可是修行人如果真正通达了万法的真理之后 世间这样的各种迷乱现象他也不会太执著的 以这样的原因今生当中也不会造业 但他的来世一直从光明之道 来自解脱之间 所以我们行持善法的人应该说是很快乐的 在佛经当中也是要修持安忍波罗蜜多 今生当中心里面不会有忧愁 对别人不会产生嗔恨心心里很快乐的 当你死亡降临的时候包括天人也是来善化 最后转生到善趣而享受快乐 所以我们行持善法的时候应该说今生来世都是快乐的 有时候可能修行人自己也可能感觉得到 龙猛菩萨这样把所有人类的内心 这样做了总结性的分乐之后 我们自己也是想 虽然世子小续当中有烦恼 有一些困难 但是我们目标应该是今生当中也是行持善法的人 来世最好不要多种到善恶趣当中去 尽量地行持善法的果报带来超声轮回应该在这方面努力 那么下一个颂词就是说 交界标准一致精进 这个交界我们以后精进的时候不要特别显得一位虚教者 就是我们一定要认认清 所谓的人类也有几种不同的分类 就像世间果受的芒果一样的 我们知道芒果它有分四种 那么怎么样分四种呢 有一种芒果它的外表好像已经成熟了 是红红的看起来也是已经成熟了可以享用 但实际上它的里面很硬的根本没有成熟 这是一种芒果 还有一种它的里面完全都已经成熟完了 但是从外表上也是绿绿的根本没有成熟 它的表里完全是不相同的 里面已经成熟完了可以享用 但是外面是没有成熟的 还有一种第三种里面也已经成熟了 里面没有成熟 外面也没有成熟 刚刚结果实的在那个阶段 然后还有一种里面也是非常成熟的 外面也成熟的 我们芒果大多数的人应该清楚的 以前在藏地的话芒果没有 所以在五十年代的时候 藏地著名的女友家跟当琼佩尔大师 他到印度去 在印度语记里面说 他享用芒果的时候 心里面非常的羡慕 我们藏族人的福报那么小 没有那么好吃的东西 所谓的芒果就像是 新鲜的树油那样 如何如何讲了很多的 其实藏族我认为福报不小 因为佛法如今除了 应该说是印度也是 现在没有藏地那么兴盛 我们人类来到这里 并不是福报在一个芒果上安立 就是应该看今生来世 真正获得解脱的唯一印在那里 我想在藏地学悦的高原上 非常的殊胜 如今无论是在西方也好 东方也好 在那里都是看来的的确确 如今到目前为止 现在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情况 可以说是现在一目了然的 那没有像藏地那样 佛法兴盛的 所以说一说福报太浅薄 也不一定 但是以前是没有的 现在大家也应该会清楚的 通过芒果的比喻来我们人类 也实际上确确实实实 有这么四种人 第一种人外面已经成熟了 内面没有成熟 意思是什么呢 外面从行为来讲 然后里面从内心来讲 外面的行为已经成熟了 非常如法 而内心根本没有跟外面的行为相适应 比如说以前大天比丘 他造了两三个无间罪 杀母亲 杀父亲等等 内心特别地有贪心 诚心 特别地可怕 可是外面唯一 非常如法的一位比丘 佛陀涅盘以后 在佛教的历史上 没有像大天比丘那样 作为一个凡夫人有众多眷属的 在一个时间当中 集聚十万个僧众的 所以外面看 哪一个行为上看不出来 内心当中杀害那么多的人 特别可怕的人根本看不出来 所以有些人 包括有些修行人 有些人根本看不出来 因为他的外面已经成熟 如果出家人的话 出家人真的是非常不错 那么好 但其实内心的贪心 诚心也好 恶心也好 就非常非常地可怕 表面上是看不出来 去年有一个领导给我讲你们出家人当中 某某人表面上看来是很好的 但实际上做了很多坏事的 所以你们出家人里面也有很多的坏人 后来我有点不高兴我说你们当院当中也有很多的坏人 你看你们上海的陈阳瑜他没有被逮捕前两天的讲话 看一看说不准贪污 说得那么好听 他也没有说什么 后来确实世间人当中也是有表面上看来特别好 但实际上自己清楚的这叫做 外面好像成熟但里面没有成熟的这种人 里面已经成熟 外面没有成熟的 里面自己的内心与法完全都已经融入了 但是外面好像这个人风风点点的 就像我们现在历史上所谓的一些寄贡和尚 或者一些大成熟者 包括一些当年的六祖禅师 刚开始的时候他也不认识自然 外面也是一个在家人的相 这样的话外面好像跟一般的人一模一样 一点都是没有成熟 但他的内在完全都已经成了成熟者了 在藏汉的一些历史上这样的人也是非常的多 里面完全都已经跟诸佛菩萨的境界无二无别了 可是外面的形象又像猎人或者妓女 或者做各种恶劣这种人叫做里面已经成熟了 外面是没有成熟的有这么一种人这是第二种人 第三种人内微都没有成熟的 这是我们普通的世间人啊 就像现在世间当中在大城市里面 在物厅里面 在一些不清洁的场合当中 里面也是全是除了贪嗔之一堆以外 什么境界都是没有的 外面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穿着 他的行为包括他的走路 边抽烟 边喝酒 扭着长长的头发 一边唱流行歌这样做的话 那内外都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什么差别的 这是内外都是没有成熟的 还有一种内外都是成熟的 就像现在世间上共同承认的一些 大成就者 大修行人 就像包括法王如意宝一样的 内在真的是境界 与法融入一体的 外面的这个形象 人们看了见而生性的 就根本抓不住什么毛病 内外都是非常非常的圆满 成熟 大多数的一些自负以赖 历史上的 很多的修行人 成就者 这些的话 大多数内外都是非常非常的圆满 像精品一般 特别的庄严的这种人 所以我们人类 也就是说 这种不仅仅包括在修行上 世间上 很多问题上可以这样来说明 所以说 有四种人 就是我们以前学过的 《水母歌言》里面说 佛所内外受生 芒果分为四种 根据内心行为 人分显力之分 所以《水母歌言》当中 也是在讲义里面 把人类的这些分类 以芒果的比喻来 做了一些分析 所以我们平时 内和外的差别来可以看到 所有的外照不如法 也不一定不如法 佛陀在有关经典里面也说是 除了如我这样的人以外 一般的菩提戒乐 不能了知别人的相续 我们看一个人 疯疯点点也不一定是 他内在一天境界 都是没有的 但一个人 卫一非常的庄严 走路好像不敢踩地一样 这种人 也许是一两天的信比丘 也不一定是 真正有修行境界 所以内和外 表里如意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哦 在《谈经》里面也是说了 外里相为禅 内不乱为顶 顶 顶顶的时候 外远离了一切相 叫做顶 然后内 内不乱 一心不乱 叫顶 所以我们内和外 内禅 内顶 什么外禅 内顶 相应的话 这叫做禅顶 这样的道理 以前那个宁记宗 也有以智慧和禅顶 有叫做四了间的一些窍诀 有这个教言 所以我们平时对人的观察 确实也是比较难的 到底他是内心和行为都是如法的人 还是一种不如法的人 或者全部如法 或者全部不如法 这种道理 我们首先自己要明白 自己明白之后 虽然我们颂词当中没有说 但是我们要做什么内外成熟 还是内外不成熟的呢 我们作为初学者一定要做内外成熟的芒果 就是因为内外成熟的芒果 我们吃比较保险的 每天都有芒果吃的 今天没有 应该今天有的好 可能明天拿来了 这些人是真是 芒果 我们如果看内外成熟的芒果 比较保险 是很好的 同样的 我们作为修行人 初学者最好做内外成熟者 内心也是清净的 然后外面的行为也是清净 这样以后别人不会生邪见的 自己不被外境所转 否则你内在没有成熟 外在有各种成熟的假装下 这叫做诈限唯一 也不太好的 你如果内心当中真的有了超越的一些境界 但外在一些风风电来的行为 现在的人们也不一定能接受得了 所以说我们初学者一定要学习内外成熟者 就是内外成熟者下面我们讲禅定 禅定是分三个方面 加心 真心 还有后心 加心分断除未平的散乱和修行通平的四无量心 首先断除未平的散乱分四个方面 首先其中的第一个就是断除对境之散乱 断除对境之散乱分两个方面 以转变内向之方式 近护耕门 还要以至对境之发向方式而断除贪执 分两个方面其中第一则分四 其中第一个叫做交接 反护耕门不贪贪人护耕门还是很重要的 作为受持戒律的人也好 或者学显宗的人 学密宗的人 如果没有护我们自己的根门 作为一个凡夫人长期地行持善法 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在这里交接国王是这样说的 切莫言巧他其事若度夜随七年龄 作目女儿子女想 若贪贪贪贪贪贪不惊心 他这里说因为交接接受者的对境 乐心国王是在家的一个居士 所以对在家居士来讲 在所有的烦恼当中 就是贪欲的烦恼 非常地严重 因为我们众生现在在欲界当中 为什么叫欲界呢 欲望极其强烈 所以叫欲界之众生 因此他这里首先对乐心国王说 你一般来讲不能故意看着别人的气势 否则造邪淫罪 但是如果在不小心的过程当中 看到别人的妻子或者其他的一些异性 这个你应该根据年龄来 如果这个年龄比自己念藏的话 那么他母亲做 母亲想 我的妈妈来了 这样想 然后如果比自己年轻的话 想女儿 如果想同龄的话 想自己的姊妹 嗯 双宝胎可以同龄 也可以这样想 如果这样想也不能对治自己的烦恼 要观不清净线 其实这样的观修方法在《杂阿恒经》里面也是有的 就是说 若见俗人当作母想 然后将中年者作自媚想 然后将幼稚者当作女想 有这个教证 所以说 我们一般男宗的一些居士也好 或者是出家人的话 那么戒礼当中也有这样的观想方法 然后如果女宗也是居士或者出家人 也看见一些男宗 年轻的也好 年老也好 或者一些与自己年龄 平等的人 也是反过来做父亲想 做兄弟 做自己的儿子想等等 这样来观想 这是戒律里面 可以以此类推 所以他这里说 我们在观修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以自己的气气心来观待 因为在这个社会当中 现在大多数的人 也是没有这种满足感 尤其是在家人 现在这个社会特别疯狂 很多人做很多不如法的行为 但是这是也不合理的 《华严经》里面也说了 行菩萨道者 与自欺常知自主 意思就是说 行持菩萨道的这些人 尤其是如果是在家居士 那这样以自己的家属来 也是应该满足 否则毁坏了世间珍贵的道 而且毁坏自己居士的屠杀戒 当然出家人 一切隐形全部要断掉 这样一定要观这样的清净心 然后如果你实在是没有办法对治自己烦恼的时候 要想到对方身体的不清净 就像《中观宝门论》里面所说的那样 你谁戒不净 肉坛有何气 谁戒不净 肉坛有何气 我们不管是人的身体 从头到尾所有的身体 里里外外如果分析下来 不会有一个干净的地方 通过这种方式来观想 最后自相续当中的贪心 可以断掉的 这些窍诀的的确确也是很深的 我们有一个道友 也是这样说的 说是以前自己在社会上 分的时间是非常长的 出家的时候自己也是怀疑 自己在感情上和一些男女的心上面的烦恼非常严重 害怕到时候可能戒手不好 忧虑非常重 但后来学习《入菩萨行论经历品》的时候 从内心当中真正了解到人的身体不清净的 没有什么可贪的 学习到智慧品的时候 从根本上了解到 没有什么可贪的贪者的我和所贪的对境都是没有的 虽然我的这种见解暂时也许是见解 但是我内心当中确实生起了这样的定解 我当时听了之后 也是心里生很大的欢喜心 因为我们听了法以后 有时候全部都像石头上倒水一样 全部一会儿干了 那没有什么意义的 所谓的法也是应该通过这种方式来调伏自己的相续 我们以前没有学佛的时候 没有出家的时候 没有受居士劫的时候可能自己的烦恼特别的深重 自己也知道 他人也知道 但是有些人通过佛法的加持和自己的信心 这两个因缘聚合以后 真的可以重新做人了 重新都是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了 就可以这样说的 自古以来的很多高僧大德和成就者也是 以前他们当在家人的时候 当然很多都是有些是 诚心严重的 有些痴心严重 有些贪心严重的 但后来因为他的窍诀 已经适应自己的相续 最后人类历史上 不仅是他调伏自己的相续 而且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 这些公案必必解释 所以说 我们应该通过这次 这样的窍诀来一定要观修 尤其是现在很多大城市里面的这些人 经常做协议 很多家里面的关系 感情不好 最后导致家里的离婚 各种各样的一些世间不愉快的事情 其实这些都是不合理的 应该就是龙猛菩萨对乐性王的交解一样的 作为在家人 应该自己过一个比较清净的生活 如果完全断掉你所有的不敬心或者贪心 对个别人 大多数的人来讲是可能做不到的 但是你应该有一种满足感 在自己这样一种清净的生活当中 行持佛法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下面就是讲的交解和根门放置的其他语妙 就是当如闻子宝藏明 守护动摇之内心 犹如盲数斗刀人 原地烈火焰欲乐 下面我们要防护根门 放置其他的一些欲望 世间当中色身相偎的对境 时刻都是会引诱我们的 那么引诱我们的时候 我们刹那不停动摇的心 通过各种方式来应该对治 要对治的话在历史上 如群心般的这些成就者 全部都以前 自己动摇不定的心 特别可怕 但后来遇到善知识 得到了殊胜的教言之后 通过反反复复地修炼 最后自己也是已经获得了成就 心也变成如入不动者 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下功夫 谁都可以把自己的心 成为堪能者 成为跳入者 这是没有任何困难的 那么我们要调伏这个心 一定要像闻法一样 或者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 守护宝藏一样 还有维护自己的生命一样 通过这种方式来守护我们 瞬间不可停留的 动摇的心 每个人自己可以 观察得到自己的心 有时候我们的心 真的有时候很可怕的 为什么呢 不要说是长期的 短暂是 比如说我们这个路上 停住在一个小小的饭店里面 人小小的一个饭店里面吃一顿饭 大概是半个小时 在半个小时当中 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炒菜的人 在那边炒菜的时候 你眼睛看到 心马上专注到 他炒的什么菜 他的动作怎么样 他穿着什么衣服 在这个时候旁边听到 放电视的声音 然后马上心转注到电视上 电视里面显现的什么 那个牦牛好看啊 那个山羊很好啊 如何如何 心又转注在 在这个时候你旁边 听到其他的声音的时候 心又转注到 或者你前面有什么样的 对境出现的时候 心一直转注在这里 所以我们凡夫人的心 刹那都是不停住的 弥后一样 非常可怕的 以前《妙闭情闻经》里面 心如怨后 耽注注尽 乐而不失 我想的确也是这样的 心就像是怨后一样 耽注摄生相闻对境的时候 就马上去怨他 马上去执著他 一直不舍 又出现第二个对境的时候 又开始执著他 这样以后 心真的是像野马一样 以前汉地有一个成语 叫做心怨野马 真正我们心是怨后一样 刹那都是不停的 但是这样下去 其实它给我们带来了 一些非常危险的境地 因此我们依靠 诸佛菩萨和上师们的窍诀来 应该敬下自己的心 敬下自己的心通过几种方法 对一种比喻 他这里听闻法 我们听闻的时候 大家也应该知道 应该聚精会胜的 全心关注的 一定要自知不觉的心 专注于你的对境 这就是听法的一个规矩 如果你没有这样 三心二意 或者你心不在焉 这样人家所听的这些法 全部都是记不着的 听法的基本要求 心要专注 所以我们调伏心的时候 第一个就像闻法一样 你闻法的时候怎么样听 心经常专注在一个对境上面 这是第一个比喻 然后第二个比喻 就像母亲对孩子非常关心 如果母亲时时刻刻没有观察这个孩子 或者没有看着 那就是很有危险性的 所以现在城市里面的很多母亲 就是担注这个孩子 哎 我这个孩子会不会被水冲住了 会不会被车压死了 会不会出现什么恶人拿跑了 就是等等 每天都是顾虑 很多小孩子上学校的时候又去借 每天都是借来借 去借 好可怜哦 所以他很专心的 包括他的伤疤 做很多事情 心一直专注在他的孩子上面 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把自己很多散乱的心 就开始去掉 然后专注在义法 这是第二种比喻的观修方法 第三种就像护宝藏一样 护宝藏很多人 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所谓的如意宝藏是没有的 但是现在的宝藏就是钱宝 钱宝当作宝藏一样 或者有钱人的银行卡 那这样他时时刻刻 随时的心不管怎么样 一定会专注他 始终都是会看的 所以我们对自己的心 也是经常要看着 看你这个心是不是散在外景上 用正知正念来经常对着 观察 然后第四个比喻就是生命 生命都是大家知道 每个众生第一个最需要爱护的就是自己的生命 生命一旦受到威胁的时候 谁都愿意 全力以弗地会对抗的 所以我们就是保护生命一样 保护自己的心 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受好 导致善恶趣各种各样的痛苦 所以我们应该通过这种方式来守护 如果没有守护 其实是外面色声香味的玉妙 就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有关的大乘经典 比如说《方光庄严经》里面 把外面的玉妙比喻成毒业 还有蒙火 宝剑 通过很多比喻来说明他的危害性 以前无诸菩萨也说 外面色声香味的物语 就像我们要抓鱼的时候的耳食一样 因为这个月儿 他看见耳食的时候 他想有一个很美味的食品 他一享受之后 就已经勾住了 同样的道理 我们看见色法也好 听到声音也好 然后无语的对境 始终都是召唤我们 勾照我们 一旦我们去执着它 一旦去接受它的时候 让我们在轮回的铁笼里面 永远都是解脱不了的 所以在这个世间当中一定要看着 世间的这些玉妙就像是猛兽 在老虎的窝里面 或者是恶狗 恶狼的窝当中 根本不会有快乐的时候 一旦你待的时间居家长了 他们会把你吃掉的 还有一些毒药 毒药已经接受到你的身体里面 一旦会 终有一天会成熟 最后而毒死的 还有我们的贱人给你带来慈善 带来痛苦 这个怨敌通过方方面面来危害你 所以通过这些比喻应该知道 外面的色身香味以及无语的过患是无穷无边的 而诸圣者和一些智者们早就已经知道了 贪执外境的过失他们完全都是不但是在理论上明白 而且内心当中也不会去贪执的 可是我们现在尤其是刚学的一些人 可能在理论上稍微懂得一点 但是内心当中根本不知道 你贪执色色香味有什么样的过患啊 以前我们看着 贪执色法就像飞蛾扑火一样 听到声音 特别喜欢听一些歌声 那就像耶稣听吕巴声的时候 旁边出现猎人 会杀害他那样 有很多的比喻来说明 我们即生当中对外面的无尽不应该有贪执 一旦有贪执的时候自己马上认识到 我们现在这样再继续贪下去 在轮回的铁网当中永远也是解脱不出来的 所以我一定要忆念起来 诸佛菩萨给我们的一些智慧宝学 一定要断掉这样的迷乱之王 好 讲到这里 OK 讲到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